有受害者一種情形 其實別人是受害者 自己是受害者 這個有一點不一樣 有沒有 所以你變成說 如果這個人說 我要用毒品 那這個也是不一樣的 他不是去害別人 他是在害自己 那這個應該要做不同的分類 對不對 還有一個人 他要是希望晚上我可以去哪裡毒博 他是高興去這樣做 那你把這個列為非法的 他自己本身高興這樣做 對不對 那這個去偷去搶 跟這個也是完全不一樣的一種 所謂犯罪 所以你這個一個比較明理的一個法律體系 要把這些分開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要用警力實在處理那種 偷啊牆啊那些東西 這個涉及到治安啊 賭博啊 飄機這些東西從用力起來都有啊 怎麼可能 哪一個政府可以把他全部把他壓掉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要看清楚 那我們用我們有限的力量用在哪裡 這個是整個治理社會的一個 現在很多美國人就開始 在這個時代就開始這樣想 所以網路也很多很多有關法律的一些建議 我們應該怎麼修改 我們應該怎麼做 哇這個資料對我們是最大的參考價值對不對 我們可以拿來 我們可以做過濾 我們可以參考 欸 人家提出什麼樣的建議 提出什麼想法 我們要擴大我們這個所謂國際觸角啊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你看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包括連馬政府現在就是 他就是一直希望回到古時候 對不對 他現在也不是要增加什麼四十五經 增加那個課程 事實上孔子他住的那個時代 跟我們今天住的時代 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講一句話 我太太想想後來點頭A其實不一樣 你知道在人類歷史上 有好長好長一段時間 擁有房子是 有沒有擁有房子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你可能都看世界歷史 你可能都忘記這一段 那你就回到一些古老社會嘛 古老社會他們如果要房子他怎麼做 所有的部落的人都出來有沒有 用那個木材用那個石頭 他就蓋一個房子 所以如果你現在兒子結婚在我們這個部落 那我們大家決定哪一塊地要分給他的 因為我們就是一直往那邊擴張 就像南非那個黑人 就是一直往那個西邊走嘛 那我們擴張這塊地給他的 我們就給他蓋個房子 這個對他來說沒什麼 所以他有房子住沒什麼 到今天來講 有房子跟沒房子 是天大的差別 你作為一個人要站立在社會上 你有沒有自己的房子 是一個整個人生的觀點 那我相信在孔子那個時候 有房子很簡單的是嗎 那你怎麼可以把那個時候的價值觀 跟今天來比起來 這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吧 看那些古的東西 沒有把它更新為現在的價值觀 我本身是反對的 那個灰給你擾亂 而且明明四十五經談的是五輪 而五輪是結別不完整 人與陌生人之間 人與環境之間 第六輪第七輪不存在 所以為什麼人家亂罰亂砍樹木 為什麼人家丟垃圾到河流 很多這個現場 都是因為五輪不齊全 那如果你提出來給麻正 你不懂 我可能說不是我不懂 是你不懂 你根本你頭腦在哪裡 要不然你就回到孔子的老家 你就在那裡開一個講座嘛 你就講嘛 對不對 你身邊可以生你的那個 二世國籍嘛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嘛 你有一個孔子的講座 你有個RC國旗 你應該很滿足嘛 對不對 早一點回去嘛 所以這些人的想法 這些人的想法真的 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那美國人的 美國人的 美國人你看每一個州的人 他都在想什麼 他都在想 我怎麼把這個州變得更好 啊每一個都市的人 他怎麼在想 我怎麼把這個都市變得更好 所以參與政權提出建議做很多事情 啊每一個學校的爸爸媽媽 一般都在想 我怎麼使這個學校變得更好 這種精神坦白說在台灣 沒有啊 沒有啊 大家說喔 台北比較好 我搬到台北 大家說喔 美女比較好 我要爭取美女 我怎麼覺得這種想法是很奇形的 為什麼每一個學校 涉華做得最好 為什麼美女是 是到底是預算上市 特別給他很多資源嗎 但是為什麼不是每一個學校在競爭嗎 要做得最好 像美國就是說 你說 自尊科技 或是你說 太空物理 那去年 馬州理工學院是好像頂尖的 但是今年就變成 什麼什麼州立大學 他又變得頂尖了 明年聽說這個大學以後要做 這彼此在競爭 在台灣所以競爭 永遠就是北女就是第一 我不知道這種什麼 是什麼樣的一個 帝國主義 有什麼留下來的 這種極刑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不好耶 你說在美國 你去美國 你問他說 樂區就學 我想看你有沒有聽過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你學校不好 你為什麼不提出建議啊 你為什麼不要求他改善呢 這個你看 跟美國的基本的那個想法 有多大的巨顏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想法 也是歷史文化種種的不同 但是這個就讓我們了解 美國的那個基本精神 還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我們才能把社會的基本結構可以把它改善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留給大家的一個想法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今天 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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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